山西与陕西明明仅仅相连 为何却并不接染 山西和陕西都是我国的内陆省份 他们一东一西 一个简称静 一个简称散 山西面积为15.7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3480万 省会在太原 陕西的面积约20.6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3954万 省会在西安 山西省和陕西省自古以来 关系就十分密切 在外界看来 他们就是兄弟省份 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从自然环境来看 他们都属于黄土高原 历史上都住窑洞 山西省的坟河古地 还和陕西省的关中盆地 形成了盆地形的走廊 成为古代情境之号的交通树柳 从人文特征来看 他们都有着类似的隐身文化 风俗习惯 如今也都有着在我国 取足轻重的煤炭资源 能源工业 在历史上 山西省和陕西省地理位置 异常重要 城东起西 沟通南北 他们孕育了最早期的中华文明 对于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 也都有着深渊的影响 桌落在陕西省南部的秦岭 更是被誉为中华的龙脉 所谓地上文物 看山西 地下文物 看陕西 山西有众多国家重点保护的古建筑 还是中国五大佛教圣地之一 有历史优积的晋商文化 复杂的地形地貌 使得这里自然形成的景观 也十分的壮丽 而陕西省的文化同样厚重 要知道西安市 古代称长安 有十三朝古都的美运 很多古代帝王的陵墓就占于陕西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秦始皇的陵墓 所以这两个兄弟省份都在中华文明的发生史上 留下了陵墓重产的贡献 然而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兄弟省份 为何相邻千年 但陆地却从不接染 从一般的缩略地图来看 他们紧挨着彼此 难守难分 给人一种错觉 以为他们沟通起来应该很方便 然而 我们放大地图 就可以惊奇地发现 这两个省之间 竟然横跟着一条汹涌澎湃的河流 那就是黄河 也就是说这两个省份的省界线 虽然是黄河作为的天然分界线 这就是导致两省相邻 但是陆地却并不见人的根本原因 黄河披荆斩棘 在这里开辟出了一条大峡谷 由于在古代 这条峡谷以西为秦国 以东为晋国 所以 这条大峡谷也被称为秦境大峡谷 这条峡谷最陡峭的部分 从内蒙古的河口 到陕西省寒城市 与三西河京之间的渔门口 共计有720公里长 这里也是黄河5464公里中 水势最为凶猛的一段 是黄河之魂魄所在 这里分布着著名的黄河山门 分别是遗川梦门 江陵石门和寒城龙门 这里有大禹之随的传说 而且这里有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的典故 这里还有著名的湖河瀑布 一处景点却属于两个省份 在陕西一侧的延安市遗川县 以及三西一侧的临峰市极限 都可以欣赏到千里黄河 一湖收到自然奇景 自古以来 黄河流经情境大峡谷 分割东西交通 但是聪明智慧的近山人民 在隔阂的两岸 修建了大量的渡口 方便两岸人民互相往来 商品贸易 形成了历史上特殊的渡口文化 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 各类桥梁大坝的建设 已经完全突破了 黄河的千里阻隔 这道大政的天剑 在人类面前已经形同虚色 然而 汹涌澎湃的黄河水 作为两岸人民 亲生的象征 数千年来却从未消失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